你做完的这个这个资料 如果说你在那个 这边做一个筛选器 假设我今天性别部分 这边有个筛选器的话 那你会发现在图的地方 也会有个筛选器 这个图部分 其实假设你那边有表上面有的 这边就会有两边是联动的 你俩这边也可以马上筛 变成说有那个图出来 你也可以马上做变化 两边是可以联动的 那好处的话就是说你马上可以 男生女生有没有变化 你可以看一下按确定 女生是这样子 喜好的部分 在可能什么的广告 设计部分 年龄层最多的是31 到45 那我们来看广告设计如果男生的话 是不是一样呢 看起来好像就不是了 反而是年纪较轻的 比较有兴趣 到年纪大了就没兴趣了 OK 所以可能还是可以 利用那个不同年龄 就是说那个 报表筛选器部分的话 你可以 再把它切到 图 所以你会发现 表跟图 两边是可以互相切来切去 两边是可以联动的 也就是你的 前面资料变动 后面的资料也会跟着变动 两边是可以互相联动的 这第1个 那第2个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把那个 报表筛选器这边移除掉 然后 另外还有一点 就是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你之前有做过那个 筛选 它好像这边会呈现漏斗状 这个漏斗状意思说你这边有做过筛选 可是你 你还没有把它 删除掉那个筛选 所以他也会帮你记得 那你 怎么办 如果你要把它移除 记得你要把这个 这个栏位 你再拖到报表筛选 记得就是把这个漏斗 把它恢复成原来的全部 然后按确定之后 这个漏斗自然就会不见 所以如果你有看到 在你的那个什么 你的那个 上方的栏位 只要有漏斗的话 记得你就是 再把它恢复回来好了 不然的话它变成说它只会呈现 那个就是你有筛选过的那个条件 移除的话就是 它这边没有移除筛选 变成说你可能要把它勾全部 按确定 那这个筛选就会消失 特别注意 它里面 也就是你做筛选之后 它就把你记得了 除非说 你要手动再把它拿掉 这个可能是 枢纽分析表需要注意的地方 因为常常都忘记 然后奇怪资料怎么少掉很多 原来我忘了把筛选移除掉 OK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 如果你是2010以后的版本的话 那当然你还有个比较新的功能 叫交叉 那个交叉分析筛选器 这个名称好长 OK 那如果说我今天一样 要知道说 性别 还有就是什么 学历 还有收入 这三个 跟 这些有没有关系 那我怎么样 插入一个交叉 分析筛选器 然后性别打勾 再来的话还有什么 学历打勾 教育程度 再来的话月收入打勾 这三个 那不过它也会呈现出三个面板 那我们可以按确定 那这三个面板 一样 就早上有讲过类似的 那我们可以移动到 比较适当的位置 然后呢把它稍微调小 我的习惯是刚才上下好了 把它调小 这个把它拉到下方 然后也是这样把它调小一点点 并且 再把它的那个颜色稍微做个变更 那不仅主题的话 你可以再把它调一下 如果它颜色处 并不是算太多 就把它移除一下 然后月收入 放这边 这个颜色 这个换一个 那这边的话 这个 换一个 OK 那我们如果说要分析 刚刚 其实你会发现 功能基本上好像 差不多 甚至是一样的东西 好处是说这个面板 你当然比较看得到 比较好点 那如果报表筛选变成 你要点的话 可能要 再到里面去点选它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要针对什么呢 男女 所以一样点男他就 点女生就女生的报表 点男生就男生的报表 但是我觉得好像 还是用图会看得比较清楚 所以 这个地方 但我们数字部分切换 如果移除 移除那个筛选 刚刚要进到里面 再把它 点全部 不过呢在 那个 交叉分析筛选器里面的话 直接就按下它 就移除掉了 再来的话如果是什么 女性 而且大专以上 女性 而且大专以上的话 点一下大专 然后再按卡锁键 早上有讲过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怎么样 把那个女生 而且是 大专程度的 帮你 得到结果 你的报表就出现 OK 你就可以把这个资料 看扣到别的地方去做其他处理 OK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呢 你如果说 还要什么呢 大专以上 而且月收入是 3万以上 性别就把它移除掉 3万以上 这个 加上 5万以上 按卡锁键 这样的话呢 又产生我要的结果 所以这个114页里面 这个几个条件 反正我们刚刚主要演示 两种方法 一个是如果你是2010以前的版本 那你可以用那个 报表筛选 但如果你是新版的话 我觉得好像这个面板用起来还是比较直觉一点 OK 那请各位 试一下这个交叉 这个分析器 那这个做完之后的话 后面当然有一些解说 这一题大概就差不多了 其他的话就是说 如果你要把这个 面板删掉 我早上也讲过啦 其实就选它按delete就可以了 如果你这个不要分析了 但是你要删除它之前 记得也是一样 你要把那个什么 筛选 记得先把它擦擦掉 如果你不把它擦擦掉 它一样会记得 你刚刚筛选的 所以之前也是一样 忘记就把它删掉 删掉 它又把它记得 所以你呈现出来的资料是筛选过的 所以 不要忘记说如果你关掉 一定要把这个恢复 如果没有恢复以后 资料就会变成少了很多 最后再把它删掉 这样的话 又恢复正常 OK大概是这样子 这里面主要就是 如果你要针对 你要分析的资料 再去 进阶的再去找到 细部的深入的那些 这个这个原因 你再去做分析的话 那你可以再 针对其他栏位 利用刚刚讲的 交叉分析筛选器 去做 后续的那个筛选 OK 再来的话 待会这一题 我想应该 就差不多了 OK 那我们后面还有一题 这个难度可能 又会更高一些些 OK 慢慢慢慢的 反正多增加一点点 一点点 那这一题的话呢 当然我们就 先Ending 一定要把它关掉 把它Safe一下 储存 然后 我们接下来就是 再开启什么呢 开启我们的 范例档案里面 这个范例档里面的那个叫 PC硬体零件的消货系统分析 把它打开 这边的话会有 12道问题 这个12个问题就是说 如果今天老板给你一些 给一些资料 他会希望说你帮我把这里面的资料告诉我这12个答案 那这个12个答案请你给我报表 那我要在今天下班以前看到 OK 类似像这样 那你就要赶快把它弄出来 最好你帮我把那个图也给弄 画出来 我喜欢看图 我不喜欢看表 OK 那你就要想办法把那个东西给变出来 而且是要老板要的 你不要给一个错误的东西 那其实就是反正没有对应 说真的 如果你会的话 真的很简单 两下子问题 这种都很直觉的 你要什么就给什么 所以里面的话呢 我们第1个 可能还是要先解决 前面讲过的一样的问题 就是 那个 资料正规化问题 那这个资料里面特别注意 如果你打开之后 请你切到 12问前面 这几个 一直往前 这些就是 资料库里面来的 那以前的资料库 都是关联式资料库 那所谓的关联式资料库就是 他的资料 一定不会存在同一个总表 那 不是存在同一个总表的话 那你将来要做枢纽分析 表 就会有问题 所以怎么办 你就变成说要把那些资料 再查到那个总表里面去 所以一样 就是 资料库的资料 倒进来之后 那我要怎么样把后面的 资料分别完成 所以 后面的话 带 各位请大家 稍微看一下 里面的话 第一个有个代号档 对不对 代号档里面的话就是让你可以 针对县市 去查到县市名称 那这个就关联式资料库 因为资料库里面存放的永远都是代号 永远都是编号 为什么要减少空间吗 不然你 放一堆那个名称 这么长一串 说真的太浪费空间了 怎么办呢 所以以后你拿到的资料都是代号 那你就要想办法把它恢复 不然的话没有办法做枢纽分析 那第二个就是 那个部门代号 部门代号这些 再来就是分 分类代号 这个分类代号应该是 有点像他们产品 这家公司卖的 所以这个是PC硬体的 公司 他卖的哪些产品 包含就是 什么汇流牌 记忆体 记忆体应该是RAM 然后显示卡 跟主机板 还有相关的周边 那前面是代号 第二个是员工 员工里面 不过员工里面各位看到 黄色区域就是你要把它查出来的 部门名称没有 意思就是说请你把它 找到 部门名称在哪里 那我可以用什么方式查 刚好前面有个部门代号 所以你可以根据部门代号把它查出来 不过请各位注意一下 这一题一样用名称 我们用名称好了 记得 名称应该 我们已经每一题都有用了 所以你就顺着用下 那怎么样 可以把这个部门名查出来 或者是什么 特别注意 待会请各位先注意一件事 公式里面的名称管理员 他已经有放一些东西了 所以请各位 干脆先全部砍掉好了 我们全部重建好了 不然的话有些有有些没有 我怕你都会恨乱 干脆 请你先 第一步 先到名称管理员里面 先把里面的名称全部删掉 我们待会重建 会比较清楚 不然的话有些有有些没有 我就重新来过 那待会请各位呢 就是第一步名称管理员里面 全部删光光 第二步的话呢分别查 员工的部门名称 客户的 限制名称 商品的 分类名称 然后再来就是销货 销货单头这个有1234个栏位 再来就是主档 所以就是1234分别 再往前推进 那怎么样可以把那个 资料组档 把它完成 完成之后呢 才有办法做后面的12问 12问其实就是利用枢纽分析表 就把答案找到就对了 OK 大概是这样 所以这部分请各位 先试着了解一下 这一题的概念 那我们待会就分别把 这个 资料组档 需要的 资料带过来 并且把那个 枢纽分析表里面要的答案 给做出来 12个问题 这12个问题也蛮 应该可以理解 这个公司 全年的营业额应该是多少 各县市的营业额是多少 各县市各部门的营业额 还有什么各部门 各产品的 这个业绩总额 然后 把蓝根列对调 看一下结果 各类的产品 销货的比数 这边是比数 不是 这个 加总的 加总的总额 所以可能要改一下 诸如此类的 请各位就是 先了解一下 待会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 这一题该怎么做 好吗